這題目有點賊喔 他說題目說你把他抱起來 題目說 Sita 不是 Ray 強 不是 Ray 強 這是什麼東西啊 我們再看一下 然後他說 Tengen Sita 等於 1 2 請問你 Sine 2 Sita 跟 Consine 2 Sita 是多少 好 第一件事情是 來 看你知不知到 你覺得 Sita 要在第幾項線 可能是第三 為什麼 因為我 Tengen 等於正的 只有兩種可能 1 3 項線 那既然我告訴你他不是 Ray 強 不在第一項線 那就在第三 這樣聽著嗎 然後 Tengen 等於 2 分之 1 這個時候再畫個圖 其實我跟你講 這是經驗法則 你如果能把這個項線 跟這個一般正常的 就是一個標準的三角圖畫出來 基本答案就算不出來了 因為右邊這個圖是決定什麼 數字的值是多少 左邊這個項線決定的是什麼 正負 這樣會嗎 你要這樣子去分為別的比較好 不用再記太多 那些什麼 假設在什麼項線 它是幾度 或是什麼正負 不用 其實你畫圖可以判斷出來 會啦 OK 那 Tengen 等於 2 分之 1 所以 0 邊是 2 這也是 1 所以斜邊的話 應該是更號5 會啦 OK 好 那我們開始看囉 Sine 2 系統 Sine 2 系統 Sine 2 系統的話是等於什麼系統 等於 2 倍的 Sine 系統 Cosine 2 對 是對邊,所以等於多少? 根號五分之一 然後請問你,正還是負? 肯定是負的,因為它是第三項線 然後cos 系塔的話呢 是等於根號五分之二 也是一樣,它應該是負的 因為它是第三項線 所以答案算出來,答案等於五分之四 好,是第一題 然後cos 系塔的話呢 我把方法有很多種 你可以用口平解散平 口塞平方夾散平方,或者是等於兩倍的口塞平方-1 或者是1-2-3-7-1 那我們就用最基本的好了 口平解散平方 因為剛才都用過了,對不對 好,請問你 cos 平方是什麼? cos 平方 剛才不是誰出來的嗎? cos 是等於根號五分之二 所以平方呢? 平方還蠻爽的 直接就等於五分之四 還不用管正負 因為百分之百是什麼? 正的 好,減掉sine 平方的話呢 sine 的話是根號五分之二 所以平方的話呢就是五分之一 所以難算出來答案就等於五分之三 這樣子 會啦齁,OK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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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